本节目由中华民国花狼协会企划制作 艺术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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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Solo 正在热烈朝商中 哈喽 欢迎收听艺术新鲜Art Type A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Vivi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我们艺术新鲜的现场 我们这集的来宾是新院艺术的创办人张学孔先生 孔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Vivi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这两集录音都是没有任何的run down 所以孔哥就是一个大智囊的感觉 孔哥非常的专业 对于我们在一些相关领域的问题 他都可以回答得非常的有条不问 与我们的听众分享国际艺术市场的变化与趋势 我们上一集有聊到像是Kiev跟Fleets 他们当初在韩国举办展览之前 像是韩国画廊协会如何跟他们当地的大画廊做沟通 因为确实他们刚开始一定会认为说 会不会产生磁吸效应 造成他们当地玉术品的销售而会受到影响 但是在今年的Fleets 他们总共的成交额是150亿左右的台币 那Kiev的成交额呢 其实跟去年相差没有太多 所以说其实他又带动了韩国当地的买气 这么好的艺术交易的市场就发生在离我们很近很近的韩国 那究竟我们台湾可以从这样子的合作里面看到什么样的机会 那又有什么地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类型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如果要落地台湾前 我们到底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孔哥来为我们解惑 首先是韩国离我们这么近 然后有一个这么大的单位就在他们当地办艺术博览会 以我们这样相信的距离来说 会不会对我们台湾的艺术市场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是会有什么样的向往呢 这改变明年会开始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台湾到韩国去 像我去之前要做核酸检测 到了韩国又要做核酸检测 然后回到台湾以后又要再做一次 很不方便 我想那个时候去韩国了 我估计台湾去不到20个人吧 那么大的一个亚洲盛会 然后台湾去不到20人 当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明年我想这种所谓的限制就解除了 那解除之后 它的所谓的效应就会出来 它这个效应会跟 会在整个东亚所谓的流窜 那随着第一个 我们看这一次参加韩国Facebook览会的 有新加坡的很好的画廊 有印尼很好的画廊 有菲律宾很好的画廊 有香港很好的画廊 中国也去了三家不错的画廊 印度也有去 澳洲也有去 好 这些好的画廊 它会 他们注意到了 那这些国家的媒体也注意到了 然后Face本身来亚洲 就是一个国际大事 国际大事 就艺术市场上的一个蛮重要的事件 那这个 他这一次卖的还不错 卖的不错 各方面都还不错 当然事后有些检讨 是包括韩国自己国内国外 都有些检讨 有些人有一些不太足的地方 但那些有小问题 比方说计程车时机的英文不太好 对 这个 那一些 所有的交通 这个 这个塞车的相当严重 这些都是小问题 我想这些问题影响不太大 那整个所呈现的 我们走进Face本会的话 你看到全部都是英文 没有韩文 没有韩文 好国际化 对 然后标价都是英文 有几家画廊标了韩文 韩国的 那他整个 我们讲就是 他就是国际化了 因为 因为是英国人来办的 那首尔的 首尔的时候 你进去 那一进去 当然好像是另外一个环境 那里面的韩文就比较多 好 那韩国能够这样子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 完全国际性的一个博览会 当然韩国本身的一个 首尔的国际性 越来越强烈 包括了他在金融方面的限制 也慢慢解除了 那这方面 他就更符合所谓的一个 西方想要的一个标准 就是所谓金融能够自由流通 物品 也就是作品能够自由流通 人员能够自由流通 然后不受到所谓政治 其他条件的限制 然后本身就是一个 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文化都市 是 那这个影响当然 也影响到我们台湾 未来怎么办 台湾看到这种情况 明年估计很多画廊会去韩国参展 是 要参与这个盛会 那也会有很多的收藏家去韩国 我觉得这个是跟亚洲 阿巴手 香港阿巴手 一样同等重要的一个盛会 那不只是台湾 日本 中国 包括国际 会有更多人去到明年的首尔 那这个影响就会越来越扩大 那对台湾是有影响 台湾离首尔那么近 那未来我们怎么样去迎接 或是这个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对台湾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题 是 那其实在今年台北一波 我有发现到 其实台湾画廊里面接待的 不管是经理或是负责人 好像外语能力都还蛮不错的 平均而言 那这会帮助我们跟国外接轨吗 以语言上来说 至少我们是流通的 那金融上来说 台湾目前艺术品跟拍卖品 还是有课税吗 还是有课税 但课税课的并不太多 其实现在也已经算是蛮少的了 是 所以其实台湾目前 到底在输出到国外 把我们台湾艺术家 带到国外的这件事情上 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障碍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优惠 是大家已经存在了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画廊大概都知道 政府有鼓励这方面 在台湾艺术家出国展览 就先可以申请补助 那画廊都知道 那画廊也在出国展 大概都有申请 但是台湾的艺术家比较弱势 有些画廊也不愿意 带台湾的艺术家出去 为什么 他觉得他比较带日本的艺术家 去出国展会比较好一点 日本比较好销路 那台湾还这方面还要努力 那台湾的艺术家 在这方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跟国外包括韩国日本 不太一样 就他们国外的展历很多 我们国外的展历很少 就是艺术家 那台湾 也因为台湾这个环境 台湾相对之下蛮优渥的 所以艺术家 或者画廊 在出国展览的比较少 只有少数的画廊 在这方面努力 那这样子造成台湾的艺术家 想打国际市场就比较困难 当然艺术家他们自己也感觉到 所以有些艺术家单打独斗 他宁愿跟国外的一些 重要的画廊去合作 不愿意再跟台湾的画廊 那因为台湾这方面 我们是比较短视一点 比较短视一点 我们只要能够卖就好了 但是怎么样为台湾的艺术家 到国外打出一片天下来 我们画廊在这方面的 琢磨比较少 琢磨比较少 当然跟整个台湾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市场环境有关系 很多话郎觉得我们卖 这边卖卖能够卖就好了 所以眼光都比较短视 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是 那我觉得其实相较于 以市场面来说好了 假如说我们台湾的人民 跟国土跟中国一样大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靠着我们的内需 就可以把整个台湾的艺术产业 撑起来 可是相较至少 台湾第一个国土小 然后人民也没有这么多 所以说今天如果只靠内需的话 其实是反而会把艺术产业 逐渐的耗损掉 因为所有的量能都集中在国内 那像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 我们做东西一定要卖到全世界 尤其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资讯这么流通 如果说我们不赶快把触角 往外伸的话 那也许会有很多 台湾可能有机会在 国外发展广大的艺术家 就被扼杀在这个小摇篮里面 听起来蛮悲伤的 没错 其实海岛性格影响台湾 影响艺术家 影响画廊 然后我们的剪光是比较短 是 就比较短视 画廊短视 艺术家也是 我并不是说去所谓去指责 是 而且就是说整体的状况是这样 那国外的艺术家 国外的画廊 你看他们在国际上活动的情况 就相当的平凡和努力 当然有他们的一些条件 日本是因为 他们本身的文化被接受 所以日本很多画廊是单打独斗的 出国 可以把 可以推展他们的艺术家 那国外也会接受他们 台湾这方面 除了 我刚才讲的 我们自己比较短视以外 那国际上 注意台湾就不多 在文化发展上面 过去我们好像只有电影方面 除了几个国际性的一个 受重视的导演之外 其他方面发散可乘 刚刚讲的云门是 是出来一个云门 但是类似这样不是很多 所以在台湾向外走的情况之下 不像我们早期的贸易商 拎个皮包就出去了 这方面我们比较少 确实有很大的分别 是 那我知道其实一个画廊要到国外参展 除了展位费用 然后机组人员 就是要飞出去的这个旅程的费用 其实最重的是运输费 那像孔哥你自己有画廊 那我也知道说 政府会补助台湾的画廊 到海外去推广台湾的艺术家 假如说这块政府再多补助一点的话 您觉得 以您一个画廊经营者的身份 会更想要带台湾的艺术家出海吗 甚至是有一些奖励机制 这个情况绝对是的 我们的补助还不够 那补助其实是 当然在我之前几任理事长也争取过 但是我觉得还不是很积极 那我那时候跟当时文件会主委 甚至人开过几次会 我一直强调所谓 这件事的重要性 不住画廊出国的展览的重要性 那他当时接纳了 所以编累了一千万的预算 当时候整个文件会的预算是82亿 82亿 那预算上面 在视觉艺术产业发展了 只编累了 当时我记得是一千万吧 你看那个比例 82亿 一千万 表演艺术 视觉艺术 还有其他方面 各方面 文化部主管那么多 但在视觉艺术产业方面 那个时候编了两千万 那实在太少 现在比较多了 现在因为有其他的 好像协会 每年大概有几千万的补助 最少两千万以上 包括补助画廊出国展览 所以应该三四千万有了 但是还是不够 相较韩国 韩国 韩国1992年就开始 那我们是大概是101年 102年来说才开始 对 所以我们做的比较晚 做的比较晚 那我们当然整体的发展 不是只靠补助这一项 那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各方面 怎么样看 政府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雄心壮志 制定所谓一个文化战略发展的 一个目标 是 设计出来 设计出来以后 然后经费到位 然后才可以走下去 那其实我看历任的文化部 都没有这样做 也是看不到一个 有雄心壮志的人出来 是 在这方面 怎么样去让台湾 在我们视觉艺术这一方面 去制定一个 所谓一个战略目标 没有 是 就是在视觉艺术这一块 政府还是需要大力支持 其实视觉艺术 我觉得画跟一个定格 是更能吸引人的目光 也许说 反正如果说 今天有这么多经费 可以多挪一些 给我们的视觉艺术 让我们台湾的艺术家 在世界都被看到 那像是文化类的 都是一种去散布台湾 这个国家的名字 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 我们台湾可以越来越好 然后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吗 那就还是希望政府单位 跟相关的部门 可以多多给我们支持 我刚才讲到 其实我第一个看到的是韩国 韩国那么多年 观察了三十年 第二个是新加坡 那新加坡 他们在109年的时候 那时候来台湾 那时候找我 找我谈有关于他们的计划 那时候看他们计划就成立一个 想办法让新加坡 变成一个亚洲艺术中心 那时候我看到一个计划的时候 他们的目标出来了 整个战略目标出来了 然后做法也出来了 做法包括了新加坡 一年后新加坡双年展 开始博览会 国际画廊的进驻 新加坡人才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到国外去 还有画廊到国外去 展览的补助各方面 就知道制造了一套办法 当然这套办法走得还不错 那现在还没成为亚洲艺术中心 可能时间还早 但是至少他们已经 做了一个战略的目标 往这边发展 那台湾一直是没有这样做 台湾好像跟日本一样 日本是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大国 是 他们似乎不必这样做 当你是一个小国小兵的时候 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去生存 生存以后能够去拓展 那对台湾来讲 蛮重要的 那这个关心的 不只是画廊 艺术家最关心这件事情 因为涉及到 他们整个职业生涯 他选择了创作这一条路 那总是希望能够被看到 他们作品能够被肯定 他们会蛮重视的 当然少数艺术家 这个可能作品能够卖就好了 能够维持生活 生活稍微富足一点就可以了 那其实国内也有一些艺术家 很努力到国外去 早期如果我们看60年代 70年代 那时候在台湾的艺术家 出国都蛮多的 5月东方 那时候几乎都出国了 5月东方 对 那个60年代 你看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感觉到 台湾的环境不够 所以都出国了 到法国 到意大利 到美国 几乎都出去了 只有少数两三位 在台湾发展 所以那时候就看到 台湾的环境不足 那现在的 其实艺术家还是看到 当然台湾的状况 比那时候好蛮多的 但是有远见的艺术家 他们还会到国外去 是 我也常劝一些国内的艺术家 你要发展 你要到国外去发展 在国外蹲好几年 国外机会比较大 我讲的这些对象 一定是他们作品很好的 是 你在台湾很难被看得到 只被台湾人看到 外国人看不到 你在发展下 就是台湾的一个艺术家 二三十年以后 就跟你一些终身 带终身状备一样 他们东西有些不错 但是翻开他们的展历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展历很台湾 对 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他的市场就很难拓展 我觉得这个建议 有点残忍 可是非常现实 那其实台湾会比较慢 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部 跟文策院都晚 其他国家成立蛮多的 像我们的文化部 是两千多年才成立的 可是像韩国是 一九九几年就有了 然后我这样听下来 其实我觉得 韩国跟新加坡 他们在于文化产业的补助 都是补助产业 可是台湾感觉起来 比较像是补助厂商 就是它是单点的 可是文化有时候 不能只打单点 你影视也许同样重要 可是视觉 也是你一个突破口 那今天当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在所有的文化的领域里面 都可以看到台湾的作品 那我觉得它才能更有效地提供 我们的台湾的能见度 就好比说什么广告会一直 就是无时无刻地一直播放 其实你常听到这个字 常听到这个名字 你就会对它有熟悉感 那下次看到它的时候 你也许就会想要 这个画面好像我看过 这个作品好像有看过类似风格的 那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吸引 还没有进入艺术界的这些藏家们 可以多多认识艺术 那像FRISE这样的国际大展会 是有机会落地在台湾吗 目前已经不太可能了 为什么 因为两大博览会都已经选择了地方 那台湾相较之下 台湾有一些条件 不如作为周边的一些国家或地方 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国际化 台湾这方面差很多 那另外周边已经那么多了 我想可能有一个可以吧 就是摄影博览会 就纽约的一个摄影博览会 那个巴黎的摄影博览会 那个巴黎摄影博览会 当然它是在摄影方面 摄影方面 它是巴黎这个博览会 也是世界一流的 那摄影的市场比较小 但是台湾是不是有这个环境 也可能可以考虑 往这方面发展 这是一个摄影方面 台湾其实在西方的比重上面 这个我们讲周边的几个城市 东京 首尔 上海 新加坡 台湾 台湾条件是比较差的 台湾比较差的 所以西方他们这种大的博览会 在选择的时候 台湾应该是放在最后一个考虑的地方 是 这个 那我们看就是说 我们注意到亚洲 东亚这边几个重要的博览会 阿巴首 Hong Kong 是瑞士人 在这边主导 那另外一个 台北当代 还有阿辛加坡 还有日本明年在横滨 要办一个新的博览会 那这是英国人在办的 英国人 这个几个都 投资方都英国人 是 那英国人和瑞士占据了亚洲最重要的几个城市 那西方 没有美国人办重要博览会 全世界博览会 没有美国 这个 美国人这方面可能文化的深度跟欧洲还是有差异 那另外就是 摄影方面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但是摄影的条件还是要 其他条件要到位 台湾摄影市场太小了 但是你不能只看台湾 要看这个市场 要从整个东亚去看 甚至亚洲去看 如果人看到当地一个环境 觉得这些人不会买摄影作品吗 如果你这个条件去观察的话 就跟我们常常流行一个故事 非洲卖鞋子的故事 这样的地方都不穿鞋 没有市场 情况有时候是一样的 看怎么样去看这个市场 这个去开拓这个市场 说明台湾在这么样 还有一些机会 是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国际这种大型博览会来到台湾 因为台湾其实有一些地理因素 跟一些人文因素 渐渐的局限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想 其实这些危机可能会变成是我们的转机 因为我刚刚有听到 英国开始在日本 新加坡 韩国各式各样的亚洲国家都开始举办一些国际型的大型展览会 那其实都在领国 坐飞机也不会太远 所以其实也是蛮希望鼓励台湾的画廊同业 可以带着你们的作品到周边的国家参加国际的博览会 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只专注在台湾的内需市场的话 那我觉得反而是失掉一个长期投资的好机会 台湾其实还有一项可以考虑古董文物 古董文物为什么呢 古董文物我们这样讲 因为古董文物最 东方最受重视当然是整个中国的古董文物 是 但中国的古董文物很多好的东西不能出口 像青铜器 对 不能出口 你在那边展 你要进去 要出来 或是买出来 不太容易 是 这个 台湾没有这种禁忌 没有这种限制 是 东西进来很方便 出去很方便 当这个情况香港也是这种情况 那所以香港有古董艺术博览会 但是香港的古董艺术博览会 当然 其实在他们业界也批评了蛮多的 就是他水准一直往下走 是 这个那当选界不太 不太严格 那古董文物这方面因为 所谓真伪的问题相当的大 对 那如果不再严格限制 所谓一些 所谓名声比较好的 这个古董商能够进来展 那名声好 他就是说卖伪作的 这个宴品的机会比较少 是 非常比较会过滤 那所以有一些卖宴品的 所谓的厂商进去展的时候 那好的古董商就不会跟他在一起 像他卖假的 我卖真的 我跟他在一起 别人以为我也在卖假的 假的 这样 所以台湾这方面可能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看欧洲 欧洲有一个蛮重要的博览会 如果世界有三大博览会 这个博览会算一个 叫马斯垂克 马斯垂克 是位于比利时 荷兰和德国的中间边界 那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古董文物的博览会 他和一些所谓的一些大师的画作 可能是在印象派之前那样大师的作品 都一起展 所以他的销售金额相当高 是 但古董文物也是一件作品 就上百万美金 上千万美金的 那台湾其实我在想 台湾可能也有这个机会 在所谓的东方文物 古董文物方面 那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看吧 在这边 因为我们这边进来 很方便 东一进来出去也很方便 是 对 其他条件都有 没错 当然有一些条件还不太具备 是 但是这方面是有 这个 是有可能性 是 那因为台湾在 所谓中华文物方面 还是一个台湾收藏家 拥有相当相当好的 好的东西 这个 中国大陆的拍卖公司 加德保利 他们自己在讲 他们开始增见的时候到台湾 重大东西在台湾 后来到美国 到东南亚 最后绕了一圈 又回台湾 他们真正好的东西发现 很多东西都从台湾出去的 对 那台湾的青万雅籍 这个里面的所谓 收古董文物 大概有30个以上 每一个人收 收了好几十亿的古董文物 他们的收藏 可以说是小故宫 外面说是小故宫 比如他们收的相当的精 不比故宫差 有些甚至收东西 故宫没有 那这方面就说 很好的东西都在台湾 那这个很好的东西 当然有一些历史因素 1949年之后 文革之后 大量的东西进入台湾 还有早期台湾这些 收藏古董文物的 这些从海外大量的买进 来说价钱不贵 所以台湾有非常好的 这个中华古董文物的收藏 这也是大陆的一个厂家 比不上的东西 我讲一个例子 大陆有一个厂家 他收所谓张大千的东西 他那时候很自豪 买了大概十件左右吧 张大千的作品 很贵 一件都是几千万几亿的 那他听说台湾 零百里收藏蛮多的 然后有一次在台湾 有一个收藏家的联谊会 包括中国大部落里边来 他就公开的在 演讲的时候讲到 他说我到了零百里 那个地方去 看他的时候 一打开 他有一百负以上 一百负以上 而且他比他的好 他那时候觉得 碰到了真正的台湾大厂家 我讲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当场听到他的演讲 这代表台湾的收藏家 实力的雄厚 是 早期就收到好东西 早期收到 可能张大千的作品 两三百万就买到了 你现在要发两三亿 然后你早期收到好东西 我一收进来 我就不会再出去 你后面再想收 再想买就买不到 最好东西在我手上 古董文物就这样 他们玩古董文物 好东西在我手上 你后面再怎么收 你都收一些次药品 是 对 那所以台湾这方面 可能是有机会的 类似马斯吹克的这样子一个 所以一个波乱会 我也瞬间觉得 很以林白李先生为荣 是 那其实我们 这一集我们访谈 我们听到了 像是台湾跟其他国家 不管是产业 或是政府的一些措施 跟态度 其实有些地方 还有蛮多可以见见的地方 那我觉得台湾本身是一个海盗 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人文属性性格 我觉得是比较难去改变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执着 有劣势转成我们的优势 也许我们回头看看 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有 别人没有的 那别人 有什么是别人有 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也许长此以往 因为文化的影响是需要非常 长的时间的累积嘛 你很难说 我今天 今年颁布了一个新政令 明年马上就要看到效果 他一定是循序渐进 而且产业就像刚刚说的 他不是一个厂商 产业他最后孕育出来一个 完整的生态系 他才能长长久久 在里面每一个工作环节 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可以 奋斗的那个岗位的位置 那节目结束之前 我刚刚有提到 孔哥可以说是台湾酒店博览会的 先驱者吗 他在2023年的1月6号到8号 在台北的军乐饭店 又有一场 Art Future酒店博览会 请孔哥跟大家介绍一下 会有什么样的形式 或是特别展出的主题呢 OK 艺术未来这是第五届了 第五届 那我们展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跟这名称有关系 艺术的未来 这只两方面 一个是市场的未来 我们在做未来的市场 一个是艺术家创作比较新的东西 在这个展会上呈现 当然这是我们一个理想性 实际上有些 有些话团 还是觉得 我什么东西好卖 就带什么东西 这个情况还是会发生 那这个是 这个博览会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另外有两个 所谓的事件 一个是所谓的Art Future Prize 那我们有一个奖项 是对外所谓的增见 直接跟艺术家增见 那以往我们所有请的 平整全是国外的 几乎全是国外 或是在国内没有任教的 我做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选择 是因为我们常常听 这个台北讲 高雄讲或什么什么讲 国内都是很多老师 一看到自己学生的东西 就打高分 会发生这种情况 是 所以我听多了 我当然就避免这方面 所以都请所谓的国际的 国外的 还有一个是国内没有任教的 没有大家任教的 来做评审 那每年一个评审 出几个优选者 然后利用博览会 来展现他们作品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成立了一个财经论坛 那这个财经论坛 我们是做一个 对整个的一个 所谓的金融跟市场的关系 请一些学者专家来讲 当然他们的看法 我们可以 有些是比较独特的看法 我们可以去参考 另外也先做一些市场的回顾 过去一年 因为我们是在年初 所以过去一年市场 有哪些趋势 我们可以挑出来 我们请讲者来报告 他们的观察是怎么样 就是给听众一个参考 那别人看市场有什么变化 潮艺术到底怎么样了 类似这样子 那每个观察人 他们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 他们的观察点不太一样 这个是我想多听听别人的看法 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对我们你想再多了解市场 会有帮助的 是我觉得信仰固然重要 可是有时候也要听听一下 周围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声音 因为有时候在不同的想法跟分析之中 你反而可以看出你自己独到的见解 或是独特的想法 那也欢迎说听艺术圣仙的听众们 假如说你们对这档展览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展览资讯贴在这集的单集简介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孔哥 给我们这么多有意思的分享跟分析 希望之后还可以在节目上遇到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宝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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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